葱姜汤里面的生姜 葱姜汤是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就已经晓得了 靠着生姜来恢复肠味道的消化机能 是不是 那么我们如果是 要用其他的金方来相对比的话 像是橘皮纸食生姜汤也是致癌器的 那么橘皮纸食生姜汤 你看啊 这个纸食是下气的 对不对 橘皮是橙皮橘皮都是通气的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气塞住的矮气病 那么橘皮纸食生姜汤 跟玄复带者汤的辨证点差在哪里啊 橘皮纸食因为是气不通的矮气 所以呢 你一口气隔出来之后 人会松好一阵子 那么玄复带者汤症了 是你隔不隔出来都一直 隔出来之后觉得没有比较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要分得出来啊 所以你那个矮气不出 如果矮的肉会松的 但是气不通 橘皮纸食生姜就骗到那边去了 那另外呢 其实生姜蟹心汤 因为我们中医的辨证学习 他把它说成是水痞嘛 是不是 所以生姜蟹心汤是常常会加茯苓的 那么这个 生姜蟹心汤加茯苓 我们说茯苓所致的矮气 其实也是打了隔会舒服一点的 也会舒服一点点 不过呢 生姜蟹心汤 或者是生姜蟹心汤加茯苓 跟玄腹带者汤的那个 以伤寒论本文内的那个辨证点来说的话 是这样子 就是玄腹花跟带者食啊 吃下去之后 都会比较有通大便的效果 不能说是一定是泄药 但是基本上玄腹带者 这个结构 是那个人的病人 通常是有便秘倾向的时候会好用的 不是真正那种 陈气汤症的那个阳明病的便秘啊 是那种 好像是那个卡通片里面 那个什么 蜡笔小新说什么 我妈妈今天 他叫妈妈还是叫全名 不是叫妈妈的是不是 叫美什么 美牙 美牙 就是说我们家美牙 因为五天没有便便 所以心情很坏 就是那一种的 玄腹带者汤是那一种的便秘 的时候的矮气 那么生姜蟹心汤 常常是矮气还拉呢 对不对 所以大便吸 拉肚子的矮气 通常会在商寒论来讲 会偏到生姜蟹心汤 然后呢 矮气甚至是呕吐 因为玄腹带者可以用的角度很多 呕吐啦 胃酸上腻啦 椰格病啦 都算 那这些东西呢 如果牵涉到这个人 大便比较不通的 那就比较可以用悬腹带者汤 相反的 如果这个人已经是在拉的 你悬腹带者要小心一点 因为怕会让那个人拉得更严重 那从这个角度 那是我们 那当然 玄腹带者汤 那个矮气 我们到今天临床的应用 已经扩展到什么 食道长肿瘤啦 之类的 有的没的 那至于说 椰格病的话 通常也会牵涉到 牵涉到这种 瘤啊 瘀血类的东西 不过 我想椰格病 其实是一个 蛮大的主题 我当然没有办法 先悬腹带者汤 这个 这个 这个汤记之下 把椰格病的主题做完 因为 椰格病你真的要讲 又会讲到所谓的观格 那观格到底是心胜不骄 上阳跟下阴脱掉呢 还是这个 肝胆之欲 就是多多少都会牵涉一点 那你说这个病要怎么医 我也不能说什么 金方好金方庙 绝对是靠金方在医 也不能这样子讲 就像这种江湖传闻 这很多啦 就像 有一本 好像是食谱类的书 就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 有一个老人 他得椰格病 就是椰格病的人 根本吃东西就塞的 都吞不下去了 那已经是等死了 那你就教他一个方法 然后他照着做了 半个月 一个月 就椰格病就医好了 他说人家教他什么方法 他说啊 你去那个晒虾米的地方 虾米啊 他说要晒好几天 才会晒干嘛 那你把那个 晒到这个七八成干的 那个虾米啊 撒在烈日之下 你就坐个板凳那边等的 那个七八成干的虾米 到全干之前啊 他在收到全干的时候 那个虾米会缩一下 然后那个虾米会跳一下 你看到哪一个虾米 跳起来就把它捡起来吃掉 然后每个上午就做这件事情 就把跳起来的虾米 捡起来吃掉 然后说吃了半个月 叶格就好了 其实这很神耶 因为这东西 叶格病有的时候 根本已经是死到癌什么的了 那当然你说这个方子 治疗率多少 不知道 江湖传闻啊 只是 这些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那些医术啊 在金方 死方之外 还是有很多招的啦 那这种招就是 会用一招 试一招 就像是 像江湖上面的很多高手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学金方 其实是 练的是医术 就是我们自己啊 去认识 那个人的疾病 跟直觉反应的 这个能力这样子 可是在练 医术之外啊 比如说某一家 某一个家派啊 他们特别会用 马前子 那我就觉得 好强哦 就是什么小脑萎缩病 马前子一定要用 那一家派的那个 炼制的方法 那我们一般药局 买来就没有用 那这个到底 什么时候啊 能够 派个什么 助教去那里拜师啊 把人家东西偷回来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这种 江湖上面各家各派的这种 私藏的招数还是多了啊 那不过 我想我们在 我的思考就是 八十二十原则 我要去偷人家 在私房的招 可能要拜师啊 什么啊 过各种可怕的过程 跟在那个人身边 三年五年 得到他的信任 才能得到这个东西 那我上回来 在家里面读就能够到 最大公约数 正确的医术 那我还是觉得 那个就等到 遇到了再说了啊 有的病人 介绍到那家去就好了 那但是我自己的医术 我大概靠上海论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 一种思考 我觉得为了那个 一两招 特别厉害的去拜师啊 我也不知道 划不划算 现在觉得医术 大家都还在成长期啊 那成长期最有用的书 我认为还是 《伤寒杂病论》啊 所以就 来处理这个东西 那这个 我刚刚在讲话的时候啊 一直在强调说 以《伤寒杂病论》 本文内的辩证点而言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 因为 其实 悬赋代表他 正 你如果光是看《伤寒论》啊 会觉得 他的那个矮气啊 跟《伤寒杂病论》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可是实际上 不一样 而那个不一样呢 有清楚的文字资料的 却不是 《伤寒杂病论》 而是别的古术 那么我们现在呢 姑且就来 看这个 悬赋花 这位药 当我们认识 悬赋花 这位药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 相关的古书 可以一并跟同学 讲一讲 那这个 悬赋花 这位药啊 我们从一个最根本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药性的话呢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资料 资料是从前发给同学的那个敦煌出土的辅行诀 你如果看了辅行诀就会发现张仲锦用悬赋花的用法 跟他的前一代 那个辅行诀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汤义经法的那个逻辑哦 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一般 如果你要用一个很普通的角度来说悬赋花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把这个地方堆积的坛啊 胸斜堆积的坛呢 往下拔掉的药 可是呢 你这样子一说 你就会说 这跟智杰兄的那个瓜楼石有什么不一样 瓜楼石在处理的坛 跟玄赋花在处理的坛 有什么差别 还真的有差别 那你说玄赋花处理这个邪乐的坛为主 那你又要问 那这个跟柴虎汤有什么差别 小柴家牡蜜汤不是也处理邪乐的坛吗 所以玄赋花把这个地方的坛拿下来 这个说法其实虽然书上都这么写 可是我都觉得你学金方的时候不觉得这样子学很笼统啊 它到底是动到什么地方的坛 跟其他的几个方子或者药物在处理的坛 是哪里不一样 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我们慢慢去推进 去找寻它的这个药性 那么玄赋花在神龙门岛经里头就讲说 为咸温 这两个字还蛮要紧的哦 怎么说 民国初年的张锡存用玄赋花很挑 他说如果你到药局去买玄赋花的话 你一定要抓一小撮起来嚼一嚼 玄赋花这个药啊是毛渣渣的 好像是棉絮一样的东西 绒毛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毛渣渣的这个玄赋花 他说你嚼一嚼 如果这个玄赋花吃起来啊 是苦味的 那基本上你要求的药效都不太会用了 如果吃起来都没有苦味的 那药效还算有一点 如果你吃起来是有咸咸的味道的 那就会蛮有效的 怎么样 大小鱼你们刚才说 有没有试吃过吗 没有 以前煮过也是 它是苦的 是苦的啊 那吃了有没有定就好了 没有啊 所以好像玄赋花 你要在药局要挑 你要稍微嚼一下 不带苦味的才会开始有效 那这个 他说智节气斜下满 精济储水 然后最后面讲说补中下气 那当然他能够把这个气拉下来什么 这个效果我们都会知道有 只是他智的节气跟斜下满 加上经济 其实经济这种症我们都会联想到什么 柴虎罗母对不对 所以他到底是制什么东西呢 神浪门脑筋到底想要把这个药指向哪一边 而且是为什么这个病要用这个药物 为什么不能用别的药物呢 这样子残留下来一个很让人觉得难以忍受的开放空间 那么我想我们认识玄浮花呢 我们就先回到辅行诀来看待他 那相信这个奖已经发太久 同学都没有了啊 所以没有关系 我用讲的就好了 这个辅行诀里头啊 他的这个五脏小补汤里头啊 有两个小补汤都有用到玄浮花 因此呢 等到大补汤的时候 因为大补汤是小补汤的这个头接尾巴做成的嘛 所以到大补汤的时候 就变成有四个大补汤都用玄浮花了 所以我当年在刚开始读福星诀的时候 我们这个课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搞错了 我还以为大补汤的特征就是多一味玄浮花的 那时候还没有看出这个 这一堆方计的逻辑性 那翘来就发现不是 是小补心汤跟小补肺汤里头都有玄浮花 而他在张仲景的前一代的用药露书里面啊 竟然竟然是至心至肺的 你说至心的这个做法 有没有流传到张仲景的手上 有 就是金会药略说的肝浊 桂林本说的胸臂的那个玄浮花糖 那个玄浮花他就是认为说 有一种痰隐症啊 是从肝里头出来的痰隐 所以你要用金会药略说法 是这个浊于肝的痰隐也对 那带着这个痰隐呢 沿着这个肝胆的区块上来啊 到最后还是会塞到你的心脏的 那这个痰隐呢 你要说它是什么区 我说这个东西是所谓的绝阴区的痰 为什么我要说绝阴区 因为呢 邵阳不通畅的人也是会心脏病的不是 但是邵阳那个是胆经身心包经的那个木生虎 也就是绝阳药啊 如果你要说胃质的话 是在肋骨外面的皮下是绝阳区 那如果你要说绝阴区的话 是肋骨里面的空间是绝阴 所以同样是说斜下啊 玄浮花走的是肋骨里面的斜下 不是肋骨外面的斜下 这个是从金粿药略跟桂林本的 这个所谓的肝酌胸臂的角度 去推论他的话 他的东西是绝阴区块的 膏肓那个地方的 然后呢 这个胸臂他的特征 玄浮花汤组织的这个胸臂啊 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这个人喜欢有人在他胸口上踩 我看到的玄浮花汤镇的人果真是这样子 他们家有个两三岁的孩子 这个爸爸呢 有时没事就躺在沙发上 把他的孩子啊 放在自己胸口 在他踩一踩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 肝气欲结啊 的人会有的一个调调 我们说肝 如果说肝火欲结的人 手会怎么样啊 喜欢捏东西 坐在这边呢 就是手很贱啊 什么东西都要抓起来玩一玩 然后这个椅子脚 椅子边啦 衣服脚啦 这个捏了又捏 那我们就认识肝火啊 不得通畅的人的特征 因为肝脏这个脏性 就是有这个跟东西接触的调调 所以呢 如果你肝气欲结 是往里面到胸口的话 这个人的心脏病的调子 就是喜欢人家踩 这样的一种调性 所以从这个调性 你也可能会想说 哦 果然这个胸壁是从肝出来的 那这个是 如果你要说治心脏的病的话 在重景的思路是这样子一回事 那么 但是呢 如果你要说悬负花 治肺的话 那重景已经完全不鸟它了 怎么讲 你看重景咳嗽片里头 什么方有悬负花呀 都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晓得它 那这个敦煌的这个小补心汤 小补肺汤 我觉得对我们学习来讲 还是蛮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不是敦煌的这个方济有这样子说的 我们很难去理解那个时代的悬负花 用与不用的这个奋济到底在哪里 因为这个小补心汤 小补肺汤啊 它都有加减法附在后头的 那个加减法很帅啊 像小补心汤呢 它是啊 悬负花 带者食 竹叶跟豆食 那它治什么呢 治疗气血虚少 心中动剂 然后这个人呢 会常常呢 想要哭泣 然后心情是烦躁的 然后容易流汗 心虚的的人都会比较会流虚汗吧 然后会矮气 就是会容易隔气 而且怎么样 脉结 这个人的心跳 你如果把脉的话 心跳是不规律的 是一整串的东西 交道气 是五十后用这四位样 然后他说的这个加减法 他说如果一个人呢 是心慌不安特别严重 带者食加凉 那你就知道带者食是重症安神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如果一个人是发热出汗的 那就竹叶加凉 然后不要用豆食 因为豆食也是发汗剂 对不对 在古时候豆食是从圣把汗发出来的 所以豆食不用 相反用竹叶来震骨上胶 让上胶不要那么热 他说如果心中腮痛的 心中痣痛 窒息的痣 他说豆食加凉 那我们也能理解对不对 枝子豆食汗的那个结构 塞在这里的时候 用豆食的 他说如果气不够的 那就加甘草 这个也明白嘛 他说如果是烟中 借借塞者 全富化加凉 其实这句话就是 张栋梓的书里头 没有讲到的 全富带者汗的辩证点 这个全富带者症啊 他的喉咙是会有掐紧的塞的感觉的 那个就是跟生姜蟹心汤最不一样的分野 怎么讲呢 同样是矮气 对不对 同样是什么胃酸 食道什么溺流上溺之类的病 如果是生姜蟹心汤的话 这个人的喉咙啊 松井渡跟平常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全富带者症的话 你吃一口什么东西啊 你就会觉得那一口饭 那一口面 那一口青菜下去的时候 好像在吞鸡蛋 就是一坨东西这样子 从这里塞到这里 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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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 一路噎下去的 是学富带者症 这是我说的 金方没讲的 那么 你喝一口水 你觉得那一口水就这样子 夹在你的食道里面 这样 慢慢下去 就是那一坨食物 或者一坨液体 那种下去的感觉 会让你觉得 哇 真是噎着下去的 所以那个 福星觉里面这个 烟中借借塞 这个说法是很生动的 把这个补进去 那么 当然你说 喉咙好像塞塞的 我们还有一个金方 叫做什么 半夏后破汤 对不对 那半夏后破汤 也是烟中如有致卵 好像杀肉卡在喉咙一样 可是半夏后破汤的那个样子 跟这个都不一样 因为 全富带者的那个 噎的感觉 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很明显 再加上有隔气 半夏后破汤没有隔气 那半夏后破汤 吃东西的时候 没有特别的感觉 它那个喉中如有致卵 那是平常的时候 会这样的 咳咳咳咳咳咳 那样子的 那那不一样的路数 所以这样就分得出来了 那么 所以我们从敦煌的 小补心汤的加减法里头到 我们找到了这个 全富化的 一个面向的古方的用药的思路 那敦煌的这个小补肺汤呢 我觉得很帅 它是麦东 五味子 玄富化跟细心这四味药 这个方子是帅在什么地方 我们一般肺中有寒饮用细心 肺不润 肺须用麦东 在张仲敬的方子里头 麦东跟细心很不容易相遇的 可是 敦煌腐心 就这么大拉拉的 麦东五味子 这个生麦伞的这个结构啊 细心就放进去 就是我又润肺 又把肺里面的寒气抽掉 所以这个方子 还是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它小补肺汤制的是 汗出口渴 少气不足以息 胸中痛 麦虚 就是一个人肺很虚 每天就这么喘着喘着 那这样子的症状 是用小补肺汤 那么我们当然会先推想说 哎 难不成啊 玄富化 是用来去掉肺里面的痰吗 会让你有这样的疑惑 对不对 因为这个咳嗽啊 不过小补肺汤 其实没有什么咳症 只是一个肺虚症 比较像是生麦伞 症那种种树的感觉 可是呢 他的加减里头啊 他说 如果是胸中烦热 那你看这个人胸中已经烦热 你还能用细心吗 当然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腐心诀里头呢 就去掉细心加什么 才叫过的要海格 加海格 就可以把胸中的热倾泄掉了 热痰就这样滑下来了 所以这个上一代的金方 还是有上一代的金方 伟大的地方啊 那他说 如果胸中闷痛 有塞住的感觉 他还是用细心 因为那个有寒 那全复花是什么时候 那他说 加全复花呢 那我们先讲别 他说如果你是 肺虚的时候 是头昏会炫茂的 他就说 那去细心加择细 那这就是择细 他用择细的原理了 就是脑子 气虚的人脑子里面水太多 那这个 然后咳咒带血的 那这个肺阴虚的很严重了 去掉细心 卖门东 加量 之类之类的 所以回去看复兴剧 还是可以学到 这个上古时代的 一些药物的知识 那他什么时候 加全复花呢 他说 壳不利 脉结者 又是心跳不规律 所以你说 全复花真的是智废吗 好像还是关系到 压到心脏的那个痰 那能够压到心脏的痰 那是绝阴虚的痰 绝阴虚的痰 所以还是走到绝阴虚 那这个壳不利 他就咳来咳去 都觉得不能舒爽 那是什么回事 如果你要用现代药理研究 来说这个旋复花的话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 就是当我们现代的中医 拿旋复花用在咳嗽的时候 会发现他正咳的效果还可以 去痰的效果几乎没有 也就是他去的痰不是肺里面的痰 所以你咳嗽是肺里头 气管里头有痰的时候 绝阴虚就没有用 它只有正咳的效果 没有去痰的效果 所以这个咳不利而迈结 暗示着痰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绝阴虚能够去掉另外一个地方的痰 而发挥整咳的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从辅行诀的角度 可以这样子的来认识这一味药 那就是补充了重景书里面所欠缺的一点点的逻辑推论 对不起 助教要换单子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呢 大概可以认识到 玄兔花他在上古时候的这个药性 我们是怎么认识他 那么如果我们要说 后代中一喜欢讲的 本草的童话故事 象征符号 如果要讲到这个的话呢 这个玄兔花呢 我们说它是什么东西啊 玄兔花 中一本 本草的学家对它的认识是 滴露而生 他说呀 这个植物比如说 我也不知道这种植物长得怎么样子啊 姑且假设是一朵花好了啊 他说这个花呢 它是花上面的露水啊 滴到土里头啊 在这个地方会长出一颗心的 那当然 我们以我们现在的植物学来思考 可能是因为啊 这个花它的种子太细小了 如果被风吹着飘着走啊 可能没有办法找到适当的 落地生根的点 但是顺着露水滴下来的时候呢 它可以借着那个露水 让它有机会粘在什么地方来发芽 那因为历代就觉得学末花是滴水滴下来 就会长一个心的 那好 那还有些粉草学家啊 还真的去刨根呢 他就把这个笨根刨开 他就说会不会 它其实是像父子的乌斗一样 这个里面的土壤长一个根 只长过来的 那然后刨出来说 果然是笨开来的 所以他就说 你看啊 所以一个植物啊 吸收地上的水 长成一个植物 就好像盛气化为干气 对不对 干气上来 然后又下降了 然后就泼地下来 然后可以长出另外一个植物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种画面啊 去证为说 你看学末花果然是能够 出干而降起 就是这样子的角度来认识它 也就是说 在讨论学末花的时候啊 就会觉得 他上来的气 好像会经过一下肝脏 因为学末在者汤镇 到中医的那个 五脏六腑变症 都还是说 这个人是干气上腻 所以才会这个 才会有这个 东西噎着下不去的 因为咽喉跟肝胆 还是有关系的 我们总统在教 少阳区的时候提到过 那么 那这个 全部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也现在只能说是说法啦 那在我们的这个 临床来讲的话 我说我教起来会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忐忑不安 就是说 你看我们刚刚讲 切实枝也说是书干 对不对 全部花也说是书干 那么 等到之后 在者时会讲到降干 然后你听到后来就乱七八糟了 所以这是一个 到时候可能下一堂课 讲在者时的时候 又要方口就白开 不然听到后来都砸到一起 因为 那个都是在那个地方上去 下来 就这样子 那这个 我们说全副花 它是一个 能够向上 舒展干气 又向下 把这个 绝音区块的这些痰啊 摘下来的这样一个药 那 讲到这种上而又下的话 同学有没有想到会牵涉到什么东西 我们中国人说的 一身降 左身右降 那个问题 那讲到左身右降的时候 就会分析到什么 就是病是左边痛 还有右边痛 那种问题 所以 全副花在 我们中国的这个 比较 有一点算是偏方吧 有一种 蛮有名的偏方 就是全副花 是治疗 单边腹痛 就是如果你 不是腹痛 腹脏 如果你的肚子的脏 是中间脏 那有很多东西可以移 情况都够有了 可是如果你肚子脏 是脏单边的 那脏的话就关系到 哪里的气 升不上去 降不下来的问题了 那单边腹脏痛的 方子呢 是找一条 不要太大只的鲤鱼 然后把全副花 塞到鱼肚子里面 然后顺鱼糖 喝这个糖 好 那这样子 喝了之后 是吃单边腹脏的 所以就从这个角度 可能有一些东西 会让我们感觉到 哦 这个东西是 有关系到 气急的 升降 这是 就是这一个路 那另外一个 去理解它的这种特殊的 药性的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但是那个什么 讲起来就难过了 因为我们历代的 金方一家 讲到全副花的时候 讲到后来都会说 它有一个效果 而那个效果 我到今天不知道 如何活用 我如果实验 做到这里就当掉了 所以全副花的医疗效 因为听起来很炫很炫 我也很希望能够掌握 它全副花的医疗效是 贯通 五脏增援 我听起来炫痞了 不是吧 简直是 这是中国人念功 所梦寐以求的 但它具体不要谈的 武器朝圆就是这个东西 反正有人说是圆真 都没有 什么药 如何能够用到 这么强的地方 其实我是不伤匠王 可是用药功力还没有到 那这个贯通五脏增援 这件事情要从哪里讲 金汇药这里头 用悬腹花汤的地方 有两处 一处是我们刚刚讲的 甘酌兄弟 那另外一处呢 是这个 富人半产漏下 这个富人呢 习惯性流产这件事情 那么富人半产漏下 金汇的写法 跟我们贵林本的写法 是不一样的 金汇的写法是 特别强调这个富人 是有格脉的 那格脉你也可以说是虚血的 它的拔的感觉 拔格脉的感觉 就是这个 这个 你看说这边啊 左手这边 它那个肝脉啊 是好像挤了一层厚厚的板皮在那里的 那你说这个人呢 流产啊什么的啊 容易流产的体质 他气血虚啊 因为吃血会出现隔脉 那是没有错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体质上就是格脉的话 那是另外一件事哦 体质上就是格脉的话 那肝硬化 而它是肝硬化里面哪一种类型 我们上次讲到大王这种完的时候 讲了肝硬化的淤血型 对不对 那么 格脉的肝硬化 其实是比较处于 玄富化所制的那个痰症 也就是肝这个东西啊 里面被痰塞的硬化 所以他说 当你的肝硬化的病是拔脉拔到格脉的时候 你的肝里面大概硬的就是 好像那个肝 好像结成一块硬邦邦的什么东西啊 就是痰症的肝硬化 而玄富化这位药啊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肝里头的痰症的一个东西 而 当然我现在不是在讲玄富带折汤的啊 是在讲玄富化汤 玄富化汤在临床上面就常常来治疗肝硬化啊什么的 就是推阔的用法 玄富化汤是什么药物呢 玄富化跟葱 十四根 再加上肝染好的红布 再说肝染好的红布是什么 红布大概是 古时候是绢布类的吧 那这个染料吧 那还是嵌草类的吧 所以你如果现在要放肝染好的红布 你就嵌草跟残结枉里头就好了啊 就是药效就大概就可以取代一下 那么 这些药物它到底会 就这个方子呢 就是古时候会说 这个是贯通这个 补藏真元的一个方子 而这个方子 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 像我们桂林本在讲到 这个半蚕漏下的体质的时候呢 是有分虚症实症的 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很虚的话 那是皇旗当归汤 就是当归补血汤 那涉足这个人的弃血为最要紧 但是如果这个人不虚 可是又很容易流产的话 那到底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会说 这个人是因为 他的元气不同 所以呢 到最后要滋养胎儿的内管 他过不去 所以要旋腹化仓来大通元气 那如果你用这个旋腹化仓 也可以组织 痰症的肝硬化的角度来说的话 你也可以说 子宫的内膜就是肝在管的 如果肝里膜都是痰的话 子宫的内膜大概也是滑的 你胎儿就 要溜滑的一下来了 就是 大概是那样子的状态 所以 这种种可能性 我们姑且不知道 但是我们中国人在一个 定基学 总绝对说 学货化 你看又可以知心 交通 又可以清绝因区块 然后呢 又可以 贯通什么东西 因为 因为那个流产这件事情 在那个仓政里头 大家还观察 会觉得是 不是虚 那是什么东西 不通 要把那个东西打通 那全数化到底 如果打通什么东西 子宫的内膜 是直接跟干相关的 那通 该是通到干的什么东西 那我们 之前发的讲义底下 好像是讲义底几个下面 有一个续经方 当然了 我们如果要讲到续经方的话 又会陷入下一个难题 怎么说呢 其实啊 古方的世界里头啊 本来的续经药 是玄化 不是玄腹化 最早的时候说 有续经的功能的话 是玄化 即使是到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他都还说这个 有的时候见到这个 他都说李时珍 说我从金师回家的时候 看到车夫北上 他刚刚在的这个玄化 说啊回去煎汤喝啊 可以修补损伤啊 续经的功能很好 可是玄化 渐渐渐渐在我们 中药的这个市场上面退出 然后后来就变成玄腹化 去再提这个玄化 变成一个续经的药 你说用玄腹化的根 捣碎啊 然后 把它用糖 煮成浓糖水 糊在伤口 伤上面可以 不然的话 要没有根了 那你就找到这个不苦的玄腹化 农煮他的这个花 加点黄砂糖 把它煮得浓浓的 然后敷也是可以 就是各种不同的方技 这个商科的方技术 都有这个方 效果是还蛮值得期待的 那我讲印上面 是取这个张细存啊 他是说 看到人家农家 这个一牛一马的这个方 说是艺人也很有效 所以就 跟大家聊过来啊 那这个续经这件事情啊 说来也是蛮神奇的 不是吗 因为断经这件事情啊 用我们今天讲的啊 不是就是韧带断掉了吗 那人的韧带断掉 你有清楚 西医能够把它接回来的吗 不是都整个挖掉算了 是不是 为什么韧带断掉不能接 因为 它一断就两头缩起来了 是不是 那这一头在这里 这一头在这里 你扯不过来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处理 可是呢 如果你用全腹的话 敷在这个上面 然后就把它包搭在上面 渐渐这一头的断口 跟那一头的断口 会各长一个小肉球 然后慢慢敷 慢慢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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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个小肉球会越来越靠近 等到小肉球变成一个肉球的时候 筋就接回来了 那很强耶 但是 你要记得当期策的一条肉的日子 是用寻日做单位 就是敷十天 才会开始有点小肉球 再敷十天才怎么样 就你要续一条筋 也是要各把月的 不是那么快的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中国人的论点 什么筑筋啊 干筑筋 对不对 一个药 它要通干到什么程度 才能够让筋 这样子钻过来 所以你说 中国人会怀疑 他有这个 贯从五丧之缘针的那个 想法 我觉得 你不能怪我们 对不对 因为 连断药的经都可以接 但是武侠小说 那是什么 被人家挑断什么什么 废了武功的人不是 那这样都还能恢复 你不能说 他有贯从五丧真缘的 力量 那你说这个汤 能不能喝当保养 全部化单位 要贯从五丧真缘 我来贯供看看 如果你单位 要一直喝 这样会狂泄吧 全部化到最后 还是会有泄下的效果 所以我目前为止 也不能说这个 方要如何 当补养药 我呢 是当时 当年做了一个愚蠢的实验 因为说贯从五丧真缘 五丧真缘要运转 我直接想到的方子 因为张仲锦的方子 有一个转气汤 贵枝去骚加麻复兴 那是转气汤 那也是癌症很好用的方式 那有一段时间 我就想说 我来喝喝看转气汤 喝了之后觉得 也不知道有没有转到 于是呢 就想说 那加一味悬布化来看看 那时候我是 复兴觉读错了 以为说汤要大谱 都要有悬布化 所以就在里面 加一味悬布化 煮进去喝 结果一喝啊 整个胸口 好像被人家 踩在上面一样 气都透不过来了 所以为什么 一个转气汤 加一个旋复化 会完全当机呢 我也搞不清楚 就是喘成一个晚上 不能动 所以到今天旋复化 要如何用 才能运转到五丧缘真 我还不会 或许叔叔 我也不是那块料 如果你们有人 是已经练功练到 快要可以运转了 那你去试验看看告诉我了 好不好 不过我还是要说 有意识的导引气这件事情 多半都不太健康的 要气他 你气够了 他自己走到哪里 让他自己走 你用想的去导引他 其实多半都是会出问题的 这个基本的原则 还是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临床上头 你说治疗邪障 邪乐区块的谈你 有没有人用 有用 有人用 就是大家一般 我觉得我们中医学很好 如果不要学到那么规茫 其实学的也是都糊掉了 对不对 所以觉得胸口有痰疑 什么 塞住的话就用 那如果你要说到这个内经的讲法呢 其实矮气 在内经说武器所病 矮气是心脏出来的 所以还是觉得 全腐化 恐怕是致心脏的药 就是这样的观点 那因为全腐化这个药 是比较下力的药 因此呢 气虚大肠冷 那不要用全腐化 那而且他气痰力量那么强的话 有人说 如果你是阴虚造渴 也不要用 不过这个阴虚造渴 我们现在就不管了 因为其实全腐化 不会动到肺里面的痰 所以这个阴虚造渴 可能只是本考学家 想当然而的推论 这个倒是不用管它 但是前面的那个 赤食之鱼 一定要那个病 你就不要用全腐化 用了都不可收拾了 那这个 那这个全腐化呢 如果你是要用来 治这个全腐带者汤症的话 其实一定要用的 就是补系药 所以这个方子里面 人分是不可以少的 就要知道 因为全腐化 它在转系的时候 还是会有好气的问题的 然后呢 其他的方子 我想 知道不知道 就好像 不是那么要紧了 那他的这个 这个药在中医里面 比较认为它 独一无二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咸的药 我们一般说咸的药 吃进身体里面 作用的地方都比较偏下面 所以咸药吃进去 通常都是直接在中下 胶以下的位置作用 可是偏偏这个花呢 是松松的像一头棉絮似的 所以它变成是少数能够 作用在上胶的咸药 这个是 它在本岛里面 比较不能被别人所取代的地方 那当然如果 我们要说的话 就是 肩剂的时候要包 因为炸到喉咙 还是会有人会过敏的 那个炸炸 那这个 吃了之后 偶尔也会有人 运到全腐化 吃了之后拉肚子的 就是这个体质上 本来就 比较虚寒的时候 会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至于说 它如何治这个癌气 那要等到我们 下一个礼拜 介绍了代者试之后 把这两个药物 合并在一起来看 才能够看到 这双药合并的效果 那么同学 也不要急着回家 我昨天的课呢 因为没有时间 介绍代者试了 就把下一条也教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简单的下一条 看完了再等 这个 他说 太阳病 外正未除而朔下之 遂邪热而理 腻下不止 心下疲 表里不解者 贵之 人生汤 祖之 这个邪热力 我们之前讲课的时候 有讲到过了嘛 所以我想同学 读起来也不会觉得 需要紧张 或者教什么 了不得的东西 那么 你说这个人呢 他的太阳表症还在 然后用了好几个下方 那这样子 一下再下的脾胃一定很渠 对不对 所以他的脾胃已经被打成 理中肠症了 这个虚寒的脾胃 那需要这个 补中 补中 就要才能好 是不是 可是呢 近然 他这个外面的这个表症 也没有陷下来 还在外面 所以这个人的症状呢 就变成 拉肚子 拉的是水气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心下也是皮硬的 可是这个心下皮啊 如果你要把它跟其他心下皮做间别的话 其实这个心下皮不是主症 是客症 因为皮胃虚啊 多少这个肠胃都会松弛 胃会扩张 就会有心下皮的问题 但是这个跟三蟹心汤 那个什么阴阳不交 那个就没有关系了 你这个贵之 人生汤 各位同学 最近 你自己 或者是 你周遭的人啊 有可能会遇到啊 就是 力流 晚舟法 其之二 最近的这个蟹 不见得人人都是蟹葛根汤 那个 葛根前年汤的 葛根前年汤的 比较烫屁股 比较臭 但是 肥蟹而外症 具足的 有 所以当你肚子是 如果你 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最近感冒啊 是肚子脚痛的 很厉害 而拉肚子的 如果大便是 臭的 烫屁股的 肚子脚痛 那个会用 黄情汤 如果不怎么痛 可是大便臭 烫屁股 就是 葛根前年汤 如果脉腐 有热 然后呢 又吐又拉 那个是 葛根下 半下汤 那么 如果是 吸的 水泻 肚子痛 又吐 然后这个 手脚也酸痛 还有发烧 会是认真的 大概路数 你们知道一下 因为最近正在流行 我们要走在时髦的尖端 这个 那这个 这有个节目叫什么 《决战生战牌》 我就觉得 好像要拼流行 我们上海论 还是不退流行 那这个 所以这个 脾胃虚了 当然也是会有心下脾 但是你在抓这个 贵之人身汤的主阵的时候 也要抓这个 表里不及 就是当这个人 肚子痛 吐拉肚子 吸吸的水泻的 同时啊 他这个手脚啊 酸痛酸痛的 人呢 是发烧发烧的 脉是浮的 这样懂吧 外面这个 桂枝汤 马王汤 这个症状 具足 里面呢 李中汤 症也具足 那这个东西 张仲敬的胸呢 叫做 邪热而立 那为什么这个邪 要用邪热而立呢 因为这个力 到底来讲 不是热力 对不对 之前也讲过 它不是那种 很臭烫屁股的 它还是冷力 只是外面在发热 因此你正在病 这个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头痛啊 手痠啊 怕冷啊 脉伏啊 外症俱全 然后拉肚子 呕吐 可是 你大概不会去管 那个时候 有没有心下皮的 因为你这个 这里钻在里头 已经够你瘦了 心下皮 已经可以推到 很微不足道的地方去了 所以 油也好 但是在这样子的症状之下 你也不要傻傻地 吃泄心汤嘛 不舒服 我觉得刚好有人 吃得不对 在上课的时候 做出了 很窩当的表情 那这个 桂枝人生汤 这个东西呢 你说它是不是逆流万兆法 它是 因为 其实这个糖 它是有暗示 所谓的太阳区跟太阴区的那种连数 其实这个连数 我们光看这也是看不太清楚的 我们如果以后看到太阴病 太阴病啊 这个又吐又辣的人啊 有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种太阳标准 那时候什么 桂枝加少药糖 桂枝加大黄糖之类的 还有什么 桂枝去少加领竹糖 跟太阳片呢 桂枝去桂枝 啊 李中汤 然后是个对比 那像这种药物都会让我们 渐渐去学会 太阴病跟太阳病 是有连数关系的 那我们现在先不讲太多的话 这个三音节 李中汤做笛子 你看它主要的方法 是 水九碗 煮这个李中汤 煮到 剩五碗的时候 再加桂枝煮 所以桂枝是后下的 人参汤就是李中汤 加了桂枝的李中汤 叫桂枝人参汤 可是如果你是啊 桂枝丢下去 跟其他药一起煮了 对不对 那那个是 像桂枝李中汤这种东西 就是李中汤加味肉桂的药性 那是温补下缘的 那个就不一样的路数了 这个桂枝后下 就希望这个药效要出得来 它因为它有表鞋嘛 可是你说这个表鞋 我是不是要用汉法 这个冰已经这么乱了 你就用 你就任了这个桂枝 驱风驱寒的药性飘起来 它怎么驱出去随便 那就总是会驱出去 所以它这个基本上 也不用发汗法 也不是吃一碗 然后什么措粥 干点肺都没有 就是一天乖乖的 白天喝两碗 晚上喝一碗 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就是在治你拉肚子的铜鞋 顺便慢慢的把你这个风鞋 也驱赶出去 所以到底上来讲 还是表里良解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呢 因为现在是流行嘛 那同学就要认识这个汤 平常上 我是觉得桂枝人参汤是这样子 几年来 我不觉得这个汤有什么好用的 最近在一个月 忽然爆红 所以认识一下 也不错了 我觉得我的课呢 常常常拖着拖着 都跟不上大家的疾病 难得有一次啊 你们病到哪里 我交到哪里啊 真是 上天可怜我们啊 那剩下的这个学父带者汤 我们就下个礼拜 再把它讲完好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